少女前線雲圖計畫已經玩了三天時間了 來這邊分享一下遊戲的特色還有玩法吧 遊戲看板兩部分應該算是缺點 因為他所有的角色只有這一位有Live 2D 剩下的都沒有 都只是一個圖片而已 玩足了三天主要成員都可以來到40等 當前進度推到了三支11 右下方標準這裡可以選擇暗喻 這意思就是困難附本的意思啦 然後這邊就是打碎片 打資源還有算法採集 算法採集可以理解為裝備插卡吧 我們可以看一下角色 人型資料 點下來中間這裡就是算法的 格子有分為一個或兩個這樣子喔 那插下去就會有其他的爭議效果 然後輸出就插輸出的 坦克就插場坦克的 那目前也開啟了宿舍 這邊都可以提高舒適度喔 那你還可以幫宿舍這邊去做一些佈置 我們可以採購傢俱 走之類的宿舍大概就這樣 然後還有加工廠 這個都是後續會解鎖的啦 那這邊加工廠就是給他一點時間 他會給你材料 這邊都大概講一些比較簡單又容易理解就好 然後堅深的詳細介紹未來台服正式有推出的話 那我們再說吧 然後最先解鎖的就是綠洲啦 綠洲就是蓋一些設施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收取他的資源 目前這個因為我的金幣已經滿了 所以他沒辦法讓我再收集了 好這個這部分大致上就是一個介面啦 就是這樣 心自檢索就是抽角色的 那這遊戲遊玩體驗是非常好的 一個小時之內有超過40抽 然後他的保底就是64必出三星的 那不只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抽一次角色給各位看一下 十連抽 你有看到他有重複的角色他會去進行轉換嗎 紫色的會給你60 然後其他那種藍色都給你5而已 我記得三星好像是給到600啦 那他這個心智構建啊 究竟有什麼好處 我們到首頁的補給來看 來這邊有家具採購嘛 心智投影 然後這裡心智碎片 心智構建就是要來這邊換碎片的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非常好的 而且所有的遊戲商都應該效法這款遊戲 也就是說 你看到我右上方 我的心智構建有1070 那我就可以來這邊挑我想要的去進行兌換 就像這隻啊 這隻三星角啊 當前的活動角啊 那我就可以去換他 原本三星角你兌換他就會比較貴一些啦 不過他等於是可以挑你想要的去換 像這位妹子我肯定要他的 就這樣子 我都不用再抽到重破角色啊 我直接就可以因為用心智構建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去把他升星了 這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啊 所以他讓我的遊玩體驗一整個 直接高潮到另外一個層次去了 給各位看一下戰鬥吧 進來 目前我解鎖了八位了 就是全部解鎖了嘛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其他的編組 可以讓你去搭配的 我目前就沒有啊 因為才玩三天嘛 這邊可以編輯隊伍 左下方有機動策略 機動策略就是 你點下去 他會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可以讓你去做配置的 這邊大概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他機動策略又分為有武裝搶洗 也就是說這兩種你可以選一種去參戰啦 哪一種會比較好那就是依照關卡 不過如果你角色夠強的話 你甚至不需要那些啦 我現在目前的戰力四九六三七嘛 我這一關對劍作戰效忍才兩千而已 這個是直接輕鬆就可以打過去了 但是你要記得他的關卡玩法 是採用這種模式的喔 那這邊還可以拿到很多函數卡 函數卡簡稱就是加成啦 加成的卡牌喔 然後一直推到底 這樣算一關結束了 一開始我以為打這個很浪費時間喔 但是遊戲它本身的節奏 做的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很喜歡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頁面的站位啊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哪一個增益啊 我們大概都要看一下 然後讓角色去踩 踩增益 有些甚至是你要讓特定的角色去踩 像坦克之類的 那踩到一個好的位置 那他就本身會有巨大增益效果 這邊有超頻 超頻就是可以增加額外的獎勵之類的 好啦我們開始戰鬥 戰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這輸出太高了這一關 好 我們打藍一點了 可以讓我手動去操作的 像第一個就是 調動人員位置 這是最常會使用的 假設我選擇近戰 調動到這邊來 他他直接就抓後排打了 好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最常使用的也是這個 因為 他們會因 會按照地形去擋住 那你的近戰就趕快 又先把後排打掉 後排的輸出都很強很痛 所以我都會這樣子挑一個近戰 先抓後排喔 這樣推關 好那我現在開始玩 你就知道他的 推關阿 是非常的順暢的 好啦那這邊 這是函數卡了 你可以挑選你想要的 或者是你單一看作戰效能 幾趴幾趴也可以 不過不太準確啦 不過 但這種像這種比較低級關 是比較沒有什麼差的 好那 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一個是 這邊有一個計畫模式 你在刷困難副本的時候 執行計畫 那這邊就可以那裡挑了 你把這個 開始按 兩條路線 當你按了執行計畫以後 他就開始去狂推了 你就可以掛著了 我那邊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會自己去推關阿 有第二層有第三層 敵人就會越來越強 所以你在挑選 BOSS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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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 戰鬥大概是這樣 我們就先 越過吧 這遊戲的成長 沒什麼重點 重點就是你每天要玩 少說灌個四五次體力吧 用就是直接用買的 這樣子成長會比較快 如果你都沒有灌的情況下 三天四十等 全部四十等有點困難 至於角色推薦部分 也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些角色推薦 個人看起來也是怪怪的 因為有很多 像這種一星的 他也是T0角之類的 不過用起來還挺好用的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吧 不過那個是幾個月前封測的 所以在封測之後 現在正式開服 有沒有更動就不知道了 能確定的是這一位 就是活動卡池的 還有這一位 這兩位都特別強 反正你就先拿到一張卡牆就行了 完全不虧的 好吧 就給各位看一下 角色排行榜 好吧 那本支影片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來說一下遊玩的心得吧 遊玩體驗非常的好 他給你的幾十抽幾十抽 那是非常多的 然後抽角色的部分 就像前面所講的 你抽到一位角色就行了 之後你就可以到商店那邊 直接去換你想要的角色 任何角色都可以換 這個是這遊戲最大的特色 這個真的玩到連我都想要課金耶 所以這款遊戲到目前 玩這三天 我可以給他個 93分吧 那這邊的雙阿關卡 也都可以直接開成自動 你都不用去操作它了 到後面你只是在主要推關的時候 你在手動操作就好了 剩下的打資源 打材料 打碎片 或者是打困難章節 你全部都自動就好了 好吧 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咯 大家掰掰